台湾市机师工会华航分会 为争取改善疲劳航班人力等诉求 自2月8号凌晨6点起展开时尚首饰机师罢工 至今已经超过90小时 影响超过90航班 累计5天共造成7航班延迟 117航班取消 以每班平均约140人估算 约1.6万名旅客受影响 周一下午5点多 华航劳之双方在下东部进行二度协商 双方协商将近4小时 最后还是破局 双方对于多航段的工作时间 以及人力安排仍然没有共识 我们这边说好 我们同意他的这个8跟12 这样的时间用飞行时间来算 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考量 工会认为飞机落地两次以上 就可以称为多航段 例如桃源飞曼谷来回班机 两地各落地一次 工会希望在多航段的飞行中 7小时以上派遣3人 但资方不愿意因而没有结果 我今天也跟我们的市长说了 他很天心 他说都是 他说资方都已经退让了 完全无视于我们的退让 不过对此华航表示 公司所做的疲劳管理部分 已经释出非常大的善意 假如接受机制工会提出的 多航段要增额派遣 以机制在外站住宿 成本等 一个月华航有5000班区域线 其中约20% 约914班 要改为三人派遣会多出900多人次 机制能力不够 一年就要增加91位飞行员 公司经营成本会大幅增加 如果各位有看他们之前的诉求的话 机制工会一开始的诉求 就是8小时 三人派遣 12小时 四人派遣 而这部分呢 我们已经在一开始的时候 做了最大的让步 就从原来的派遣方式 决定要让到国内业界最优的方式 公司这边在这一次也提出了一个善意的让步 针对红眼航班 我们愿意降到7个小时就派3个人 所以呢 我们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一让的在让 可是我不了解说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照着原来的诉求 我个人是觉得蛮失望的一个结果 因为在我们上次谈的时候 就是在8小时跟7小时的这个特点 一开始就希望说在如果 因为它6到8是一个路线 一个路线 看哪一个是疲劳的 来做讨论的 但是这个部分在公威是觉得需要 有一个更明确的定义 那华航也提出了这个 7小时以上的红眼翻词 在国际业务的规定是 凌晨2点到5点是这个红眼翻词 不过王国才说 但是讨论的过程中有点发散 反而公会这边提出另外一个 执行时间的案子出来 也就是7小时以上的多航段 就要增派人力 但这只要某一处当天来回 就数多航段 短途只要是来回的就要三人派遣 华航觉得无法承受 光在这部分说服陈培培师 就花了很多力气 交通部希望公会不管怎样要求 但至少要在公司 可以永续经营状况下 否则资方再多退让 对公会会员本身也是伤害 此外除了场内进行协商 场外也吵得沸沸扬扬 现场不只有机制公会声援 全台近60家公会 动员约200多人 也前来声援华航罢工行动 前台湾的劳工 前台湾的工会 前内地是顶 机制公会顶到底 因为我们不希望台湾的劳工 又是一个过劳 台湾不是一个 不要再是一个过劳党 另一方面反罢工的华航员工 也前来对峙 希望停止这种绑架社会的行为 停止罢工 停止罢工 回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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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他们的父母子女 也是同样的流落机场 他们有没有感同身受 跟逃难一样 各位情何以堪啊 另外华航也在今天晚间 更新公布周二取消28航班 周三取消5航班 以平均每班150名旅客估算 预计将影响5000名旅客 华航 华航表示2月11到2月13号 双山和台中机场往返航班 占不受影响 但提醒日后几天有计划搭乘 华航班机出国的民众 请随时留意黄航航班最新动态